以色列與哈馬斯的衝突未平 以色列空襲加沙地帶後 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射火箭還擊 至今已導致超過70人死亡 以色列向加沙地帶發起多輪空襲 擊中多個相信是哈馬斯的據點 哈馬斯證實組織多名指揮官在空襲中被殺 包括在加沙的司令 以方襲擊已導致加沙65人死亡 300多人受傷 哈馬斯作出還擊 以色列說過去72小時 有超過1500枚火箭炮從加沙發射 導致以色列有6人死亡 150多人受傷包括兒童 在特拉維夫、以色列和阿拉伯人運居的城市盧德 由猶太教堂遭到縱火 當地實施宵禁 多個城市發生騷亂 300多人被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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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